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的7点04分28秒了 我们再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 跟您连线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老师您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老师我们今天同样要锁定一些重要的国际新闻外电 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德国 德国的总理梅克尔他的这个基督教民主党 日前是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 要跟社会民主党再度组成联合政府 这也使得梅克尔向赢得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 第四个总理任期再迈进了一步 老师过去几个星期 我们曾经也讨论过这样的新闻 那么我想请老师为我们的听众来解说 为什么梅克尔特别重视这个联合政府的筹组 而且他愿意一再的让步 眼前来看这个新的联合内阁 什么时候渴望运作 对 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梅克尔虽然当选 他的这个基民党当选 但是呢 并没有过半 所以他本来最早的时候呢 是希望跟这个绿党自由民主党 那么组成三党联合政府 这就是因为三个三党的颜色呢 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绿的一个是黄的 所以刚好像亚麦加国旗的颜色 所以当时被叫做亚麦加联盟 就后来呢 在去年11月的时候破局了 破局了这三党联合政府没谈成 没谈成怎么办呢 他就回过来再找他老大大就从社民党 那社民党呢 那么因为如果假如说社民党跟基民党没有再组成大联盟的话呢 那么后来很可能 他就组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少数政府 要不然就是要重新大选 那德国就是一个限制长期的不安 那跟社民党 社民党本来也不愿意跟这个 基民党去组成联合政府 因为社民党就说他我以前跟你好几次联合政府 在组织下去结果呢 我的这个政党的这个形象越来越差 人家越来越搞不清楚我们党跟贵党有什么样的差别 所以导致去年的选举呢 社民党的这个得票就非常非常低 非常非常低呢 所以他就本来想不参 不参呢 但梅克尔就跑来跟他讲说呢 还是要谈呢 我们不参的话 那结果再选再选 万一激进的极右派另类选择党 一下就窜起来 那这个这个局势更糟糕 好那社民党下面的好呢 跟你谈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社民党他虽然比较 他是显殊的 显得很烂的一个党 可是在整个情势之下呢 他却有了很多的谈判筹码 这就很奇怪的 所以后来当然这个梅克尔 当然是也跟他这个谈妥协 也让了步 让了步呢 那几乎就让了六个部长给他 六部长给他 那其中包括财政外交 劳动部长 都是这个社民党的 也就是说呢 社民党中间偏左 那他的整个 像财政 德国是欧洲最有钱 口袋最深的国家 这财政部长呢 你让一个这样的 左派的这样的当选 所以右派的 这金民党自己里面的人就说 哎呀会不会让太多了 让太多了 所以他们这个妥协 那当然现在是妥协之后呢 组成了联合政府 但是还有一关呢 就是社民党内部的党员代表大会 必须要通过 必须要通过 那就是他们礼拜天开会 那么我们就看这一两天了 看这结果他就开会 那如果通过的话呢 这个德国就正是由政府上路了 上路了 但是基民党里面那些大佬就讲啊 你们这个谈判的这个位置发分呢 都是在划分立意 结果呢 就国家的未来 或者这个我们基民党自己的这个路线 或者我们要走什么路线 什么形象 没有愿景 只是一个划分 只是一个为了稳定局势做的一个利益划分 所以内部有些人也有一些不满 所以这是 但是基本上能够成立这个联合政府呢 所以上在26号的时候 他这个基民党的党员代表大会呢 那是觉得给予肯定 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冒出来 那梅克尔接下来这第四个任期了 就应该是渴望是可以顺利的来执政嘛 那跟过去前面三任的这个施政风格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刚刚您所提到了像财政像外交 外交这个恐怕更重要 因为德国在这个欧盟里面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呢 所以它是这样子 那么这次的 我们先看啊 这个它的政策呢 政策来讲 它有几个政策都是对这个社民党的妥协 比如说这个津贴和新 因为社民党你看到左派嘛 左派上主张说 要一定要提高劳工的津贴啊 学校啊 德国的基础建设非常差 那还有这个保守宽贫啊 铁公路啊 学校啊 各种劳工津贴等等 这些预算都增加 那都是社民党的一些招牌政策 那现在看的是对外的话呢 你看现在 就原来曾经当社民党总裁是舒尔兹 他辞掉了总裁 他到联合政府里面担任外交部长 那么财政部长是以前的汉堡市长 汉堡市长他现在也担任这个联合政府的副总理 那么这样子 他的整个政策呢 过去过去他们是呃 比如说这个准洁支出 梅克尔招牌的政策 欧元 欧元区啊 那么这样子 这个你的经济没有 财政没有几率 那我们要要求准洁支出 勒紧裤带 那可是就左派的这样说 不是啊 你的工资不能卡的太多 那勒紧裤带那一半人怎么生活呢 所以梅克尔招牌的政策呢 在左派的这个社民党担任财长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政策会有改变 可能会比较宽一点 那这个移民政策 移民政策 因为他也他在 梅克尔也对他内部的人做了一些妥协 是 移民政策呢 梅克尔过去放的很宽 那现在呢 可能也会要收紧 不然的话 他内部 他的巴巴利亚那边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基民盟 基督民主联盟 他的姐妹党 那么就觉得 你这个这个这个移民放的太宽了 导致我们这个右派的选举啊 这个 这个美国得不上 得不上减少 所以他势必要做调整 但是呢 他的党内的权力是稳住了 这本来外面 本来外面评论说 哎呀梅克尔是走钢索啊 一方面要考虑未来 一方面考虑他的影响力 所以这样子走钢索呢 他的影响力 可能只有几个月啊 可是他这次 你看稳定 包括他接班人 也选出来了 怎么这样一谈了以后 就发现 哎好像他还 他还可以继续掌控 德国政局几年了 不是几个月 所以这就是他 蛮聪明 蛮有政治技巧的地方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在线上 为您连线 东吴大学政治系的 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我们先解说 有关于德国呢 盛民党和基民党 两个党的筹筑 联合政府 那么未来 应该这个礼拜天 会有更进一步的 一个进展 那也就是 社民党的这个 党员代表大会 要再度投 要来投票 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决定 好 另外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同样是欧洲 英国 英国的这个脱欧的进度 跟政策 政策 最近是很受 国际转的这个关注 我们看到是 英国工党的党魁 叫科兵 他呼吁说 英国的脱欧以后 要缔结一个新而广泛的 英国跟欧盟 关税同盟 这个说法 其实我们这样来看 也许我们听众会比较陌生了 这个说法 好像对于 梅伊 就是英国的这个首相 梅伊 过去所主张的 这些路线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想的英国的脱欧 我们常常讲说 有软脱欧 硬脱欧 那么硬脱欧 就是英国梅伊 是首相 他们的党的这个政策 硬脱欧 硬脱欧就是 我完全就是脱离欧盟 不会跟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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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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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脱欧 就是说 英国呢 还留在 关税同盟里面 留在关税同盟里面 可是留在 关税同盟里面 当然有代价了 在关税同盟里面 就是说 英国的货物 运到欧盟 还是免税的 欧盟进到英国 是免税的 他们在同盟里面 那同盟里面呢 那可能你就要 适用一点 这个欧盟的法律 那么 那 那当然是不是会 侵犯到 欧盟的一个自主性 但是本来也谈的时候 甚至说 留在里面呢 那是不是欧盟的法律来 那欧盟如果说 每个国家 要接受多少难民 那你是不是 也接受一些难民呢 这东西就是 讲不清楚了 讲不清楚了 所以后来这个 梅克尔就说 不行 那我们就硬托欧 硬托欧 但是工党的政策呢 最近忽然表示说 他们主张是 留在 就是关税同盟里面 或者再组一个 英国和欧盟的 关税同盟 那就换句话说 他就整个倾向 就是软托欧嘛 软托欧呢 那么其实 他还有证据 留在部分的 欧盟机构 比如说原子能 共同体啊 等等 那你留在那 你就没有完全 这个脱离欧盟 脱得干干净净的 他说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那你这个 保守党人是硬投 那你反对党 共党软投 那表示 那共党人是不是 准备说 你准备下次 重新再挑战到 白手保守党的 一个政权 所以这个 这个是 目前英国国内的问题 国际上的问题 欧盟最近又讲了 又讲了 其实脱不脱 最大的一个麻烦呢 那就是北二兰的问题 北二兰问题 我们晓得 爱尔兰岛上面的 上面的北二兰 那是英国的 下面爱尔兰共和国 可是爱尔兰岛 他们自己的人觉得 有一票人觉得说 到底北部 北部跟南部 是应该一个岛嘛 一个嘛 不是两 不是不要分嘛 那北二兰里面 还有一些是 英国的部分 然后当然分 我们的宗教也不一样 人种也不见得一样 那么为什么不分呢 好 在欧盟里面 那没问题 那北二兰 和南部的 爱尔兰共和国 他们中间 疆界等于没有疆界嘛 因为货物 可以自由流动 英国如果 英国如果脱欧了以后呢 离开共同市场了 那请问 北二兰和 爱尔兰共和国中间 这个疆界 怎么化呢 那是不是要检查 是不是要 要查 要征税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等于把北二兰 和爱尔兰共和国 又重新分成了 切割剩两块 那主张爱尔兰统一的人 当然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就去问到 那爱尔兰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在欧盟里面 我就杯葛 你英国的这个 托诺谈判 后来在去年11月 年底的时候 我们谈判 谈判结果说 好 那么这个边界 是硬边界 软边界呢 那我们继续协商 好 说是达成协议 但是就是双方 统一继续协商 可是就在周末的时候 就是刚刚 就这一两天呢 那么英国的 欧盟的人就说 我们共同监管区 共同监管区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 共同监管区 就是软边界 那软边界 那主张硬托的 北爱尔兰的那些人 他们是支持梅克尔德 好说不行啊 那不是侵犯到英国主权吗 那北爱尔兰 是不是又融到 爱尔兰共和国去 我们不是说 我们是跟这个 联合王国 是英国这边的 所以这些人就反对 反对说 侵犯到英国主权 而这些 跟英国同盟的这些 国会议员呢 在伦敦那边 他们是支持 美伊首相的 如果美伊首相对英国 对欧盟做了太多的账簿 这些人不支持他 那美伊的多数就没有了 那会 影响到他的政权 对啊 所以这个 所以现在的心头大的问题 就是到底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跟南部的爱尔兰共和国 中间的边界是怎么个话呢 怎么解决呢 其实这是现在美伊必须要谈判 要看的 所以3月5号的时候美伊要发表演讲 所以大家来看看他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 好 而且也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最新的这一则外电 大概在四个小时之前才出现的这个外电 欧盟的礼拜三公布了这个脱欧协议草案 明确要求北爱尔兰在英国脱欧后 留在欧盟这个关税同盟 那么同时英国必须在2020年的12月31号结束过度彻底脱欧 老师 所以这个最新的这个讯息正好验证了老师 您刚刚说法嘛 好 各位听众 今天呢 我们为您来连线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 首先呢 在访谈单元里面呢 先来解说有关于德国和英国最新的这个情势 老师 我们要请您稍微先休息一下 那么待会在广告过后 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你想拥有2018台湾灯会可爱造型的达利狗小提灯吗 有两种管道方式可以领取哦 第一种是免费领取的方式 从2月16到3月11号 可前往嘉义县议会及永庆高中 健康路与博爱路口 每天的下午4点起到当日发送数量送完为止 第二种方式是以统一发票方式来兑换 从2月21至3月2号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点至11点 下午2点至4点 只要到嘉义县财政税务局 以及财税局民雄分局 捐赠107年1至2月统一发票5张或者1张无实体发票 即可兑换达利狗小提灯 每人现兑换两个 今年是狗年 小提灯是以米格鲁为造型设计 四肢关节是活动的 当米格鲁跑起来时 两个长长的耳朵会飘起来 象征2018年起飞意涵 小提灯以旺旺年购幸福来带动喜气活力 将嘉义在地山、海、阿里山森林小火车 原住民图腾及故宫南院的青花瓷 都变成小狗身上的绚丽斑纹 而小提灯取名为达利狗 达利有鼓励的意思 加上2018是旺旺年 也是旺旺狗 由狗来发之意 非常值得您来使用珍藏哦 以上为嘉义县政府广告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的7点19分40秒了 我们在今天刘碧荣这个单元 这个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里面 为您来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那么刚刚呢 刘老师呢 针对德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 最新的一些新闻来 简单为大家解说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焦点来看到 中国大陆 老师我想继续来请教您 中国大陆呢 这个是有意要删除国家主席两任 这个两年任期的这个规定啊 那么两任的这个任期的规定 那么换句话说呀 那么到了2023年来到的时候 那么现在的中共领导人 也就是习近平 他是可以再连任下去的啊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 是非常大的挑战跟变动 老师我记得这个消息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用英文呢 在媒体上 在新华社上面看出来 之后再上传中文 那么消息曝光之后 各国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特别要请教的是 因为据说昨天在228假期之前 就是这个习近平看到这个公布的这个程序 提早曝光或者是提前曝光 他其实是震怒的 那各国的反应又怎么样呢 对当然各国就反应 当然就反应说你这个制度比较重要 美国就比较制度比较重要 你的人人这样一路挡下去 那是不是就是觉得这是 当然是个风险啊 因为你可以等于说是一个皇帝加冕一样嘛 那么习近平他就所以非常反应 就根据媒体上报道 本来这个是英文献出来 英文献出来 那么当然就是中共的这个讲法就是 新华社你如果要报道 你要告诉说他整个修线的一整块 很多很多很多地方都在修 结果你忽然就特别凸显了 这个要把任期两年的这个花掉 那你这个让人的感觉是一个被扭曲的 所以他后来就让他谁 所以据说是震怒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人家好像就是我们是全盘考虑 好像变成是我私人的潜力的考虑 那一般的一般的想法是 当然你可以看到西方的媒体 他也解释 他说首先为什么他要延长呢 如果就制度上来讲 那么他们是维持着三合一嘛 就是那个总书记 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嘛 是 那么过去不见得这三个位置 都在同一个人手上 是 后来很久很久后来 江泽民后期 那变成啊 在同一个手上 同一个手上呢 那么在党的总书记 和这个军委主席呢 他可能没有明显的任期 但是国家主席 有任期两年 那如果将来就会发生不改的话 他们的讲法 那你后来是 党的主席跟军委主席在习近平 国家主席是另外一个人 可能变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在国际上呢 在国际上 人家跟中国领导人的对话的时候 是跟另外一个人来对话 但是那个人又没有实权 然后那个人 他如果算没有实权 可是他如果他要造反的话 他如果要挑战习近平的话呢 他的位置也让他 有挑战习近平的一个机会 所以后来习近平这边就考虑说 那这样子 那我如果怎么延长任期呢 西方的媒体就这样说 他可能也考虑到说 普京的模式 普京呢 俄罗斯的总统只能做两届 两届完了以后呢 所以普京找他小老弟 梅德维杰夫出来顶了一届 对 普京帮他打下手 梅德维杰夫当总理 普京当这个 梅德维杰夫当总理 普京当总理 一切完以后呢 两人又换位置 普京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那后来的中国大陆的 中共里面在想说 这个不行 这个完下去 有风险 那干脆就修宪 修宪讲好就是三合一 让国家体制更为一致 那么不会发生到 总书记跟这个国家主席 是两个人 那么当然去延长 延长到很多人就解释了 那这个取消任期 那是不是等于 任期限制 两年的限制 那当然他有机会 一直做下去 所以在大陆上 当然你说在这个大陆 严格控制这个媒体的 这情况下 那当然大陆说 支持支持 但是很多人也在反对 说你这不是皇帝登基吗 所以最有意思的是 西方媒体也报道 大陆上的这种 想办法在社区媒体上消音 所以凡是你到大陆 就你打登基 你这个就出不去 就是违反这个新闻规定 那么有人讲 那不讲登基 吴皇万岁 当然也不行了 然后有人讲 这袁世凯嘛 称帝 袁世凯 三个字出来 蹦也不行 那如果说 你说张勋复辟 张勋 蹦也不行 所以他们也就是 不管是国家的这个 censor 或者国家的这个新闻检查 或者各个社群媒体的 自己自我的新闻检查 都非常的宽 那你都像宽广 你要做什么 就把你剪掉 然后他就想要各种不同的声音 那当然也有媒体就讲说 你看以前邓小平的时代呢 为了不要大家集权 所以弄的就是叫党政分开 那么那现在呢 党案政又合在一起了 而且以前呢 那么是集体领导 这领导你是常委制 常委制 当然你说九个常委 后来七个常委 那当时九龙治水 一人管一块 谁也服不了谁 大家都是平等的 那习近平这老早就铺垫 他重新叫习核心 以前我们看到 他在阅兵的时候 人家不是讲说首长好 叫主席好 他不断的就是 习核心不断的起来以后呢 那于是这几个 几个常委呢 慢慢就几乎变成 他的智囊一样 智囊这只字 那就变成他一个人单 那一个人单有什么风险呢 当然你这个人很厉害 是很厉害 但是所有的责任 就你一个人单 决策的风险 所有的责任 所有的东西就一个人单 那原来如果对习近平 不满意的人呢 或者说想取而代之 还有别的生涯规划的 他的修宪一修了以后呢 那上面很多位置 想生涯规划的 就被断头了嘛 因为他上不去了 因为习大大一路 做了不完了以后 你怎么办呢 谁知道他要做多久 所以这个国内国外一片震惊 虽然可预期 但没想到真的会这样干 所以这是一般来讲 那么媒体一般的反应 是 可是我看这个外电 美国好像非常非常的平静 媒体问他评论这件事情 白肯定发言人也好 或者是川普 都不说话的呢 对 他们基本上就是 唯一传出来就是说制度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个制度 因为再怎么样 那是人家的内政嘛 人家内政 那只是各国是 非常的仔细去看 因为中国要怎么 他的内政 那你干预他的领导人选举的方法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各国也没有说干预 只是说透过旁边的媒体 一些学者 表示说关切 因为中国中共是越来越强大 但是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 权力过于集中 那这个人的决策 万一 好就很好 万一不好 那很危险 而且他今年如果习近平很好 下一任呢 假如他不可能永远不下来嘛 下一任也没有限制的话 这就有一点风险了 是 所以这个算是 不管中国政局 或者对国际政策来讲 其实都是蛮大的一个 一个一件事情 是 与文宇这个事啊 我想接下来继续啊 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 后续的发展 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的啊 今天早上呢 我们为您连线东吴大学 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大家解说 一开始 刚刚开始的这个德国 还有英国的一些国内的情势 而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有关于中共有意删除 国家主席两任啊 两任的这个 这个制度的这个规定啊 那么好 这个看一看 接下来还有哪些发展的情况 我们会为您关注的 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 为我们来分析来解说 老师谢谢您 谢谢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到呢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平面媒体上面啊 其实这个讯息很受到大家瞩目 因为呢 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啊 我们看到六都的选举 特别受到大家瞩目 目前呢 我们来看 在台南市的部分啊 在南台湾台南市的部分 民进党内的六位这个初选的这个战将啊 也是一样 即将要有这个3月5号 就要有这个民调啊 的这个调查 这是全民调的调查 那么因为啊 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在南部的这个经营 台南市的经营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彻底 那于是乎呢 很多人就有这样的解说 就说那谁能够代表民进党 出来竞选台南市长的话 几乎就是笃定当选了啊 所以呢 这个情势我们也会为您持续来关注的 那么今天的平民媒体上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志平来为您 报告的这个就是有关于 新北市的副市长侯友宜 他布局这个市长的选举已经很久了 但他其实始终是不松口的 昨天呢 终于在脸书宣布参选了 并且呢 向市长朱立伦递出了辞呈 要投入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那么侯友宜他不会言 这是人生的第一场选战啊 好 这就是我们为您来特别关注 他今天上午就会有记者会了 我们要稍微进一段广告了 2018台湾灯会比加拉 从2月16到3月11日 都有免费接拨车接送服务哦 搭乘高铁的民众 请到高铁嘉义站接拨区换车 搭乘台铁对号车民众 请到嘉义火车站后站换车 搭乘区间车民众 请到南京站换车 嘉义市及云林县的民众 可分别至嘉义棒球场 及斗六棒球场免费接拨哦 详细接拨时间资讯 请上2018台湾灯会 在嘉义网站查询 以上为嘉义县政府广告